第151集 飞镖撕裂了空气 滑破长空 周围的气浪更是不断扩散 夜晨丝毫不敢大意 他脚步踏向地面 一道气墙轰然形成 当飞镖触碰到气墙的瞬间 气墙竟然崩裂开来 根本阻挡不了 好强 如果不是提前有准备 夜晨能肯定 这飞镖绝对能伤了自己 夜晨运转九天悬崖绝 丹田的真气全部涌出手臂 周身的煞气和真气凝聚 仿佛变成了两条龙影 一红一白在手臂缠绕 破 夜晨一声怒吼 龙影向着飞镖砸去 制缓了速度 同时夜晨五指扣住飞镖 真气全部轰击而上 碰的一声 夜晨脚下的地面彻底碎裂 更是形成了一道足足一米的深坑 恐怖如斯 无数碎石崩裂滚滚烟尘起 凌峰脸色一变 不知道里面的结果如何 他的飞镖力无虚发 无人生还 他不认为夜晨能接住 他甚至为了不措手杀了夜晨 这一击故意没有对准夜晨的要害 可眼下眼尘弥漫 没有丝毫动静 那小子不会死了吧 他虽然威胁夜晨 但是不代表他想杀夜晨呢 渐渐的烟雾消散 深坑之中 他看到了一道身影 身影渐渐清晰 只见夜晨手握一柄飞镖 一动不动 浑身散发着一丝冷意 凌峰死死的盯着夜晨的手 发现对方手上 甚至连一滴鲜血都没有 怎么可能 他的飞镖 竟然被一个小子接住了 说好的一彪之下 游死无声呢 这小子怎么做到的 一股恐惧之意 蔓延至凌峰的全身 他发现 他远远低估着 横空出事的夜晨了 突然 夜晨抬起了头 嘴角勾勒出一道笑容 从现在开始 此物是我的了 还有 如果被我知道雪梅店 敢触碰我的人一下 我保证我会亲自杀上雪梅店 然后用紫镖穿透你没心的那朵雪梅 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试试 夜晨将飞镖握在手心 向着不远处的小邓儿去 他相信 如果凌峰不想死 绝对不敢再来找自己的麻烦 当然 如果他真的傻到来找死 抹去便是 不过这一次他收获倒是不错 这凌峰来找自己 无疑是送宝贝给自己 除了斩龙剑 现在又获得了一枚灵镖 自己的实力又强大了几分 应对那方忠信 也多了几分把握 武道局 莫不是千里送人头而来 很快夜晨就上了车 直接向着别墅而去 原地只剩下凌峰一人 他的拳头死死的握紧 满是血丝的毛子 盯着车子远去的方向 夜晨 倒是有些意思 很久没有年轻人 让我这么感兴趣了 华夏这么多经验之才 我都见过 但是没有一人能接下我的标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 你拿走我的东西 也别指望挣脱血霉电 你是天生的杀手 你从杀戮中诞生 我相信 时间会让你改变主意的 凌峰嘴角生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随后身影消失在了夜色中 明翠别墅区 夜晨将斩龙剑放回房间 现在的他反倒是有些头疼了起来 以前斩龙剑是一把断剑 大小适中 可以隐藏在身上 现在斩龙剑完整 想要戴在身上就有些麻烦了 早知道就把老头的储物袋拿来了 就在夜晨抱怨之时 口袋的黑色石头微微震动 下一秒竟然悬浮在了夜晨的身前 一股极强的气息涌动出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夜晨眉宇有些疑惑 这东西悬浮很正常 但一般都是在他修炼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从口袋里出来 就有些诡异了 就在夜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抹寒光闪过 斩龙剑直接消失了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夜晨一震 他想到了什么 闭上眼眸微微感受 瞬间就来到了轮回墓地 而轮回墓地之上 就静静地躺着一柄长剑 斩龙剑 夜晨心中大喜 这简直就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啊 这黑色石头竟然还有储物的能力 不过他转念一想 这也正常 这石头承载着轮回墓地 必然是顶级灵物 连百味大能都在其中 储物的能力对比起来就弱爆了 就在夜晨思索之际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殷晴 夜先生 没有打扰你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殷晴的声音 听声音有些沙哑和疲惫 没有 怎么了 殷晴也不犹豫 开口道 夜先生 你还记得我上次和你说的武皇社的事情吗 夜晨一正 想了想 殷晴几天前的确有提及 似乎是武皇社有所行动 他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岛国的组织 他真的看不上 弹丸之地 能有何惧 夜先生 今天下午14点35分 岛国有一辆船 正驶入海域 我们那边的队员发现 上面至少有20位武皇社核心成员 在船上 龙魂这边 怀疑是针对夜先生而来的 因为对方走的路线有些隐蔽 再加上一些特殊原因 已经失去了目标 什么叫特殊原因 夜晨皱了皱眉头问道 船只已经被龙魂找到 但是船只之上没有一人 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 是提醒夜先生一下 此事我会持续追踪的 说完 殷晴电话就挂断了 夜晨没有多想 直接将手机丢到了一边 继续研究轮回目的 又过了一个小时 夜晨发现手机又亮了 这一次是一条短信 内容很简单 已发现目标 我带领龙魂准备打击 请夜先生放心 夜晨对殷晴的办事 很是放心 从江城的不打不相识 到现在成为了龙魂的总教官 他对殷晴的感觉还算不错 至少他从殷晴身上 看到了华夏特种军人的血性 和执行力 他甚至考虑给殷晴一道机缘 他的强大 不管是对他 还是对华夏都是好事 而且这段时间 殷晴帮了他太多了 反而他这个龙魂总教官 倒是有些不负责 除了第一次去过基地 再也没有去过了 算了 抽个时间再去一次吧 入夜 夜晨和孙怡吃完晚饭 本打算出去散散步 口袋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下意识挂断了电话 但是十几秒后 电话又响了 小陈子 你就接呗 反正你的电话 就几个人知道 孙怡开口道 夜晨点点头 扫了一眼来电显示 本以为是殷晴 却没想到 这电话是 雷树伟打来的 雷树伟一般情况下 根本不会打自己的电话 他嗅到了一丝 不对劲的味道 电话接通了 夜先生 出事了 雷树伟直接道 单单这句话 就让夜晨脸色变化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夜先生 挂断电话 你的别墅门口有辆SUV 我就在车上 好 夜晨挂断了电话 对孙怡交代了几句 就急匆匆的 向着那辆黑色SUV而去 上了车 只有雷树伟一人 他的脸色有些沉重 到底发生什么了 夜晨严肃道 雷树伟深深的 看了一眼夜晨 开口道 殷晴出事了 语气落寞 夜晨眸子一宁冷声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小时前 殷晴还发短信给我 傍晚 十位龙魂成员 在华夏海域执行特殊任务 但是两个小时前 全部失去联系 生死未卜 就连龙魂在他们身体 植入了生命检测芯片 也没了反馈 殷晴是这支小队的队长 根据往常的经验 可能 可能 雷树伟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一股极其凝重的气息 在车内发酵 就连前面的驾驶员 握住方向盘的手 也是倾金暴击 不知是怒意还是悲愤 叶晨没有说话 他今天刚想给英卿一道机缘 结果英卿就出事了 无负消瘦 开什么玩笑 他曾经给英卿算过命运 虽然凶煞缠绕命轮 但绝不是过早夭折之命 难道算错了 他的拳头握紧 一股煞意冲天而起 SUV上的防弹玻璃 竟然隐隐地产生了一丝裂痕 就在气氛肃杀之时 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一条短信 署名 英晴 当看到英晴短信的刹那 不光叶晨呼吸急促了 就连雷树伟也是屏住了呼吸 突然 雷树伟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既然英晴能发短信 为什么只发给你 有点问题 叶晨点点头道 但是目前这条短信 是唯一的线索 下一秒 短信的内容显露了出来 只有几个字 叶晨 你经历过绝望吗 叶晨的眉头微微一皱 他已经确定 这条短信不是英晴发出的 英晴不会直呼自己的名字 更不会说这种无聊的话语 叶晨尝试拨打过去 却又变成了空号 叶先生 这是网络加密短信 想要追踪来源不太可能的 不过 对方既然发出了这条短信 就证明英晴可能还没有出事 毕竟他的手机验证手段很复杂 叶晨点点头 他的眸子幽暗而又深邃 他想到了什么 问道 你对武皇社了解多少 叶先生 其实这几年 龙魂和武皇社有过多次接触 道国那群人一直都不安分 武皇社作为他们的信仰 总有卷土重来之事 我们龙魂曾经和武皇社 在华夏海域起过冲突 结果两败俱伤 我们死了七位队员 为什么不想要安排 不过 此人 这一位 北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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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冲突